看到了新鲜的妹妹 这几步走 真的走到了我的心坎里 已经没有姿势可摆了 再摆我就要淘宝模特了 开始了开始了 我就不太买了 我可信 孩子 很简单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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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上面妹妹亲自撒的糖 是不是很幸福呢 四个没一个 一根葱 羊子 再加上这个拍摄 我的天呀 梦回一生 肖战养子是打算不藏了吗 对比新近男友在长相思狂欢夜上 叮嘱子妹要注意身体 还有战歌在晚会上 提醒妹妹要做好保暖 我们才发现弟弟与男朋友的区别 对比新近男友在长相思狂欢夜上 毕竟之前妹妹参加群星璀璨的芒果晚会 却遭遇旁人冷落无人理睬 幸亏得以其微夫妇的温暖救场 姊妹才得以缓解失落的情绪 而战哥在得知此事后 更是亲自到店答谢两人 还留下签名 这波男友力简直爆掉 但你别以为战哥对姊妹的照顾 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随后的东方卫视跨年夜上 战哥更是穿越人海 向姊妹说出了第一句新年祝愿 这甜蜜又浪漫的小细节 是谁又磕到了我不说 而在星光大赏的晚会上 哥哥和妹妹更是把对互相的爱意 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一句句加油和鼓励 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偷偷藏不住 不过从男友力切换到小甜心 只需要一个小狐狸 毕竟小狐狸在片场里 也是对姊妹爱护有加 这个紧张的护妻小细节 简直就是把对姊妹的保护欲 写在脸上 要不然姊妹也不会在 长相思大荒巡礼狂欢夜上 遇到困难就求助身边的小狐狸 这个的下意识的举动 就足以说明一切 对此你觉得 官配夫妇与余生夫妇谁更般配 拥有183身高的肖战 走到哪里都是非常耀眼的 是X9少年团的主唱担当 因为超高的颜值 收获了一大批的女友粉 肖战在陈情令饰演魏无限 与饰演蓝忘机王一博搭戏迅速走红 频频出现在观众的视线中 因为爆火的原因被爆出黑料 肖战因为277事件消失了一段时间 如今再次通过与杨子一起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 出现在观众的视线中 杨子是90后四小花旦花旦之一 杨子从小就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 他的性格大大咧咧 与众多男明星相处的过程也非常好 杨子和肖战两人也相处得很好 两人在片场居然还唱歌跳舞 肖战甚至还主动帮杨子拍照 两人在拍摄的过程中 看得出是很轻松愉悦的 再一次采访中 肖战被问到拍完戏后会想杨子吗 他居然不假思索的回答 当然会想 这个回答让杨子惊讶了 看来性格内敛的肖战 都被性格大大咧咧的杨子带动了 很享受与杨子相处的过程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